多謝主席 说踏顺风车没人比善用家的了 主席就涉及到这个集体运输系统 香港的集体运输系统 其实有四个基本的先天性的缺陷 第一个缺陷就是上市公司赚钱为原则 公共交通和一个上市公司的身份 是有矛盾的 所以你这个以利润为先 上市公司的运作原则 很多时候凌价公共交通的需求 导致香港市民被逼支付贵的票价 也都令到很多地区 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 一些较为人小的地区的服务 受到这个忽视 也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第二个缺陷就是 这个整个策划是偏重市区 对新界特别对新界西的忽视 第三个缺陷就是地域失衡 不同的地区在服务上出现严重的偏颇和偏差 第四个缺陷就是这个接驳方面的失衡 你看回整个香港整体的交通是很奇怪的 我们有很多交通的工具 就是铁路为先 跟着就巴士 跟着就这个小巴 小巴又分红绿 巴士也都有不同公司 跟着不同地区 那个服务的参差更加是大的 比如东冲天水围 这些是没有这个小巴的 没有绿线也都没有红线 你变成了地域与地域之间的交通上的失衡 是很严重的 有些的铁路 有些的地区就有这个转城 有些地区就完全没有 大家都是天桥 大家都是隧道 大家都是新市镇出去 有些地区就完全没有这个接驳 所以你看到整个 整个香港的交通 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这单刀 那个的发展是等运道 过去那几年 政府不断增加这个资源 发展这个港岛线 铁路的港岛线 我已经是强烈批评 甚至有多次场合 我是投这个反对票 不是我反对铁路要在港岛 而是它的原则和理由 你一听下去 站在新界西的民意代表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他每次来申请钱 包括他扩展去坚尼地城 扩展去南区 这个的香港仔 其他地区 他就说 五至八万人 就要有个铁路站 我多次指出政府 这个政策的歧视 和的偏颇 天水围三十万人 都一个铁路站 屯門六十万人 考得两个铁路站 如果你说铁路站的发展 八十年代 荃湾和屯門的居民 已经要求的铁路 由荃湾经这个的海边 沿海去屯門 八十年代已经提出这个诉求 政府之后 建这个西铁的时候 就碰一声就去了这一个景田 穿过的隧道 跟着是兜回去元朗天水围 之下这个屯門 当初的铁路站是去到这个兆康的 当时各党各派极力争取 向政府施加压力 接迫使到当时的运输师 鲍文先生接受 将个站沿到屯門市中心 当时很多意见都说 你去到这个蝴蝶吧 麻烦 差那几个站都不做 但是政府发展这个市区 很慷慨的 以前就要地铁自己计算电数 地铁集资去兴建铁路 政府最多是注资 跟着按一个常务安排 是有利润分布 还有一个还款的安排 但是发展到最近这几年 政府慷慨 数以百亿用公帑 建好新铁路 然后交给这个稳笨 稳钱机构去掠水 地铁一毛钱都不需要给政府 就接收了数以百亿的公务工程 跟着就透过地铁赚钱 那我们新界怎样 新界西怎样 你现在用公帑 不断扩建 去到那些富豪区 跟着呢 就新界继续要承受这个歧视 和这个不恰当不合理的对待 所以多年前我也都提出 新界西面对这个苦楚 正正就是轻铁的前座 政府就经常用轻铁 一会儿局长都会这么说的了 我们有这个轻铁了 轻铁一年有多少万 轻铁连年蝕过亿 最近这几年 最近那年蝕一亿九 他现在自从两铁合并之后 轻铁的数据就没有了独立了 以前轻铁有独立的数据出的 现在就将轻铁和铁路 整条数据在一起 现在就拒绝提供独立的财政报告 但是这个独立财政报告 没有之前 年年轻铁是蝕过亿的 所以 我在多年前已经提出轻铁有七宗罪 月台过少 车速过慢 车卡数目过少 难上车 轻铁车轨轨 车轨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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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 這個構思,但整個構思有幾位議員都指出,輕鐵現時的實際作用和時代和地區的發展已經不吻合了 整個輕鐵的設計就是給一些小人口的社區或者幾萬人的互相接駁,現在屯門六十萬人,天水圍三十萬人,元朗加上天水圍六十萬人,洪水橋中流發展二十萬人 已經是集體運輸的需求,而不是透過輕鐵接駁,所以我對最近電車公司提出新一代電車的發展 我覺得應該要考慮,不只是考慮天水圍元朗屯門,也不只是考慮東九龍 而全港的發展是否需要一個電車接駁的模式,取代現時很多不恰當的交通系統 包括輕鐵,包括很多巴士的轉乘,是否有一個新的系統去做呢? 我覺得這個要研究,元朗天水圍屯門可以做這個試點,九龍東也可以做試點 用這個環保,便宜而有這個價值,又不佔用這個路面 你說這個駕空鐵路,我都反對的,因為那些基本上我覺得又貴 很多城市,特別澳洲雪梨,已經證明是一個失敗的經驗 所以在這方面,我提出這個修訂,我的修訂有兩個主要範圍 一個,就麻煩你市區五至百萬人有一個鐵路站 輕鐵,這個新界西都同樣要有,有些地區不用五萬了,主席 在這個當時興建這個西鐵,西港島線的時候,四至四點六萬人口已經有一個鐵路站 南港島線,三萬人已經有一個鐵路站 沙中線,三萬八千人有一個鐵路站 這個是政府文件的,所以就麻煩民建聯的議員 他們就這個執政黨,香港說執政黨,幫新界人做好事 民建聯三個立法會議員,新界西,但是每次講到港島線 就是我這個,哭破喉嚨,指責政府說歧視新界西的時候 沒有一個民建聯的議員出聲,間中的劉皇發議員幫阿托說幾句 疾了政府,歧視針對這個屯門,但民建聯的議員幾年來,就回新界西被歧視 所以希望透過今天的動議,都多謝梁志祥議員關注新界西的問題 但是新界西居民被歧視多年,要為新界西的居民拿回一個公道 今天是一個很好的時候,我提修訂就很少過的,田北辰的修訂我都很少支持 但是今天我就支持田北辰議員的修訂,也都希望議員清楚看出現時 集體運輸系統對新界西居民的特別不當之處和歧視之處 為新界西,為香港的居民拿回一個公道 糾正加下現時,整個鐵路系統的失誤和缺陷 還我們一個的公道 不是那些公道 如果真的沒有任何公道 你會說,我可以說 我會說,我會說 我會說,我會說 我會說,你會說 我會說,我會說